但您关心天气情况 受到梅雨封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 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 以及东北部地区 这几天都有出现局部的大雨 而在北部地区从今天晚上开始 就会出现局部好雨 因此出门要特别留意了 那么气象局长正名点 就在脸书发文提到 这次降雨的区域主要是山区 但是呢对流性的降雨是不平均的 因此只要在雨区活动 都要特别的留意 而对此呢预报员吴婉华也特别提到 旺盛的对流云系 有可能会造成闪电雷击以及强震风 因此除了刚刚提到的西半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之外呢 我们金门 马祖 澎湖地区 也要特别留意 会出现这个短暂的震雨 以及雷雨的情况 而像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五 到了周末之后 天气会慢慢的好转 温度也会回升 也就是高温的地方 可能会来到28度 甚至到30度左右 也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呢在西南部地区 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是银风面的关系 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震雨 因此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外出还是要记得 吸带雨具 以免凌晨落湯机 那没有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带您一手掌握 而我们的Facebook 也可以搜寻TPBS Global News 我们有专属的APP和YouTube 带您关心国际大事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